嗨,大家好,我是人間貓 很多人常常在問我是否能夠自學學會一樣樂器呢? 以下是我的看法 當我們呢,想要學習一樣新的東西的時候呢 我們應該先去看呢,你想學的是偏向哪一個面向的 如果像是呢,知識層面的累積啦 或是軟體介面的操作或是器材等等的 這個呢,你只要呢,靜下心來呢,一一的去實作呢 你就可以得到確實而且快速的進步 若是跟樂器相關的呢,就需要跟身體密切的合作 相對於需要較久的時間去摸索 進步也不會是一直直線往上升 因為這跟你當下呢,練習的內容還有方向息息相關 而管樂器就更是了 因為管樂器呢,需要用到氣 氣的控制,關乎身體 相對是比較抽象的 而這兩個層面都是彼此互相關聯 能夠越熟練,知道的越全面 你就能夠彼此搭配的越好 其實這是一個自學非常蓬勃發展的年代 我自己本身也自學學會了非常多東西 很多人對於自學的想法呢 還是比較停留在沒有拜師學藝或沒有老師的情況下 獨立學習、學會的 其中的獨立學習呢,我非常的認同 我從小呢,就跟了很多個老師呢 學習了整個古典音樂的系統 那畢業之後呢,我想要擴展到其他音樂的領域 我也有找了其他音樂領域老師做學習 再更後來呢,我了解核心之後呢 我幾乎都是自學的 因為在那個時候我已經能夠分辨 知道我需要的內容是什麼 以及我要怎麼找到我的答案 而多年的音樂學習的經驗 也幫助我能夠自行的去延伸 學會很多除了音樂以外的技能 所以自學中呢,最重要的是獨立學習的部分 而不是在於你是否真的有拜師學藝 而且當你有自學的念頭 你就會開始找資料、找社團啦 找相關的人士問啦 或者是找到一系列的線上課程去做學習啊 那這些人就是你的老師囉 不過如果你要學習的內容啊 你發現呢,在網路上的資料非常的少啊 或是你在你所在地的資源啊 很匱乏的話 譬如說你想要學某個國家呢 他們的音樂 而這些東西在網路上並沒有 那我覺得你最快的方式就是去拜師學藝吧 所以回到最前面的問題 我是否能夠自學學會一樣樂器呢 我認為沒有什麼不可以 不過不要忘記了 如果你無法分辨回答問題的人 是否給了你貼切的答案 以及你是否有運用他的回答 做了正確的練習 這才是你最需要思考的問題 畢竟時間是你最大的投資 沒有紮實穩固的基礎啊 練越久就越難改善 身體呢,的學習能力很強 不管是你練對了或是練錯的 他都會一一如實的記錄下來 那如果呢,你想要學習一個新的東西 是跟你原本的學習領域是相關的 或是過去的學習經驗是可以被套用的 那你就有很大的優勢可以自學 譬如說呢,像我想要學習一個新的管樂器 那我可能只需要上個幾堂課 我剩下的就可以自學了 可是呢,如果我想要學的是一個學樂器 那相對來說呢 我可能就要花很久的時間 剩下的我才有辦法自學 所以綜合以上呢 我認為學習是需要一整套系統的 而你是否能夠分辨在這整個系統 還有領域裡頭 你缺少哪一塊,需要被補足哪一塊呢 這就是你現階段是否適合自學的關鍵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或是我的影片對你有所幫助 請不要吝惜我的影片 按讚、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們喔 當然我也非常歡迎你們贊助我的頻道 讓我的頻道內容以及品質可以不斷的提升 好啦,那就下次見啦 バイバ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